樂見子女識博咀 陳欣薇視為親子活動溝通方法 陳欣薇昨天出席語言學習APP的活動 Amy坦然小朋友的語言能力日漸增長 自然會懂得博咀或去爭論 但自己會視這種為與子女溝通的方法之一 亦對子女能爭取想要的東西感到高興 見到子女會用各種理由去說服父母而大感恩惠 博咀? 是呀 其實當你的語言好就博咀是很自然的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不是說都算是博咀的 算是嗎?大仔? 又不是博咀但懂得會和你爭論 但其實我自己就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當他們懂得和你爭論 其實他們就懂得和人溝通 懂得怎樣去找方法去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而不是媽媽說不行就馬上不行 對我來說 有可能她想吃曲奇餅 又或者想睡我床 她就會找很多 excuse 去想得到她自己的目的 你通常會不會心願給她? 我自己不會的 對我會看情況 我是一個比較優秀的媽媽 因為我覺得你一定要說了那件事 一定要修復 一定要跟逐 如果不是下一次 他們就不會很相信你 我覺得父母 聽話 聽話 他們都算乖 好可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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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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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ナ